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排《紐約時報》有消息傳出 說中國曾經向歐盟施壓 要求他們將疫情報告裡 不理中國的段落刪除它 歐盟今天出來證實這件事是真確的 其實歐盟的這份疫情報告 主要是記錄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 部分國家如何作出一些不實的描述 這份報告當中指控中國 對全球散播不實的消息 又提到中國和法國之間出現了一些爭執 而且後來英國《金融時報》 披露了部分原版疫情報告的內容 原來歐盟還曾經指控中國 誣蔑台灣和法國的官員 侮辱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以及記錄了中國政府如何在全球發動假消息的攻勢 當然這個歐盟的內部報告 官方來說從來都未對外公布過 歐盟的對外事務部 否認因為中國施壓而曾經修改過疫情報告的內容 他們就解釋了 為何會造成這種誤解呢? 因為這份疫情報告其實分了兩種版本 內部的版本只是給歐盟的幹部來看 而外部的版本就會公開給市民大眾 所以產生了這種誤會 就著這件事件 歐盟有兩位官員出來表態 第一位就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他就證實 在這份疫情報告內部版本洩漏出去之後 中國的確施加了一些外交壓力 但他本人保證 這份疫情報告並未在中方施壓下作出任何修改 歐盟是無一屈服於任何人的 歐盟是會無據於說明中國曾經散布不實信息的事例 而另一位官員就是歐盟的工業委員布雷東 他就說歐盟從來都未輕信中國有關疫情的信息 歐盟絕對不是天真的 好啦 實情我又覺得這壇事件都可以移中留情 最好就持續觀察一下 到底歐盟他們的取態會是怎樣 到底是說一套做一套 還是做到知行合一 說得出做得到 我覺得真的需要時間來驗證 千萬不要單方面指控 歐盟已經向中國跪下了 已經刪改了疫情報告 或者盲目信從歐盟 對歐盟所說的片言隻語信到十足 我覺得這兩種取態都是極之不健康 一定要以事實作為依歸才行 這樣才夠客觀 好啦 我們同樣要採取另一種態度 就是孤網聽之 孤網信之 好啦 歐盟既然說自己沒有跪下 那我就覺得 歐盟應該公開這個疫情報告的內部版本 給公眾來參與 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雖然英國的金融時報 已經將這份疫情報告的內部版本部分的內容 登出了 只不過 既然歐盟都說沒有向中國跪下 我覺得他們都應該是開城報告 你到底查到什麼 哪些國家作出一些不實的描述或者報告 麻煩你也要向世人公開才行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這件事其實都是有知情權的 沒有理由那份沒有刪斷過的報告 只能夠那些歐盟的官員作出內部參考 我覺得這件事件的公共性 已經凌駕了所謂保密原則 這件事的公眾利益實在太強大了 希望歐盟將內部版本的疫情報告公開 讓世人自己去判斷一下 到底你們所寫的東西是否公正客觀持平 就比現在收收埋埋埋有部分內容被報紙披露了 自己就收錦訣 到底是想怎樣呢 除了這宗中國向歐盟施壓的事件以外 還有另一宗消息也是關於歐盟的 就是歐盟的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正式表態 他就說 歐盟和其他27個會員國將會共同起草一份決議案 呼籲世衛組織在今月18日召開大會的時候 就著這個疫情起源和蔓延進行獨立調查 歐盟外交政策首長更加就說 歐盟是想退出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戰場 到底歐盟這個如意算盤是否能夠打響呢 首先就說一下這個獨立調查 歐盟它自己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它不是世衛組織的成員國 只不過它是觀察員 但是歐盟它本身擁有了27個成員國 所以就可以通過這些國家來提案 他就聲稱這些國家之間已經在討論 正在起草一個草案 初步的評論都相當正面 這些國家之間 相信他們作出這個獨立調查的提案 就沒問題 只不過歐盟就說要退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場 這個如意算盤就未必打響了 為什麼呢 實情歐盟現在是夾住在美國和中國之間 如果要迫使歐盟靠邊站的話 這個對於歐盟本身來說 也是非常難來抉擇的兩難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歐盟不想得罪中國或者美國 先說美國 美國已經持續向歐盟施壓 因為歐盟和美國是傳統之間的盟友 在普世價值上 大家也保持著同一些理念 但是在利益方面 中國似乎是比較大 因為歐盟現在和中國的貿易相當蓬勃 若然真的選擇站在美國那邊 肯定就是會得殺中國 中國分分鐘又會啟動貿易制裁 就算不說出口 可能他也會實施一些貿易的限制 當然歐洲就會賺少錢 不能夠在中國這麼大市場裡分一杯羹 所以利潤就很重要 如果要站在中國那邊 那就更加愚蠢 一來就會得罪美國這個老大哥 傳統的長期盟友 亦是很難斷舍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若然真的全面向中國靠攏 隨時被中國吃了也不知什麼事 如果經濟復甦和經濟發展速度是回復正常的話 中國這個經濟體肯定會不斷地膨脹 但是歐洲本身已經是很多已發展國家 他們的經濟增長的幅度肯定是有限的 好了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 歐洲分分鐘就變成了好像中國的富庸 那樣 到時就沒有人了 所以歐洲現在就採用了一個折衝的辦法 就說決定要退出美中之間的戰場 但是這個折衝的辦法也露出了一些端藝 雖然他就說退出美中之間的戰場 但是他隱隱然也透露了他比較傾向哪一邊 因為歐盟就已經表了態 說要在世衛大會當中提案展開獨立調查 只是這件事就已經踩中了中國的紅線 中國駐聯合國總部的大使陳旭今天就說 中國在抗疫獲得最終勝利之前 都不會邀請國際專家參與調查病毒的源頭 因為中國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戰勝疫情 並且反對將疫情變成政治化 中國就已經將這個論調三番四次不斷重複又重複 但是歐盟仍然說要搞獨立調查 所以大家都可以判斷得到 其實他仍然最終決定站在西方文明世界那邊 所以我為什麼說要移中留情要持續觀察就是這樣 他可能只是想兩邊從中取利食兩家茶禮 但是要他最終作出一個抉擇的時候 我相信他經過深思熟慮以後 怎麼都會站在文明世界那邊 昨晚歐洲議會對華關係小組主席 就搞了一個網上視像訪問 訪問的對象就是李柱銘和梁家傑 他們在這個訪問當中就對香港的情況下 向他作出了一個介紹 這位歐洲議會對華關係小組主席就說 歐洲議會過去都有討論過有關香港的議案 未來歐洲議會就會有三大工作方向 第一就是在外交政策工作上 強調中國政府必須遵守 中英聯合聲明所確立的一國兩制承諾 第二就是仿後英國議會成立一個跨黨派的香港小組 關注香港的情況 第三就是繼續推動歐盟版本的馬格尼茨基全球問責法 他就說相信這個法案能夠跟美國的版本比美 希望可以防止到侵害公民權利和基本人權的行為 看就這樣看吧 現在其實這些法案有就當然好過沒有 但是有了之後到底會不會啟動得到相關的制裁機制呢 現在永遠就好像指紋樓梯響一樣 其實美國國務院就說 五月底的時候就會下一份報告檢視香港的情況 那到底到其時這一份報告 會不會有一些更加具體的東西出到來呢 比如說有些什麼條款觸發之後就會啟動到制裁機制呢 會不會寫得更加清楚明白一些 還是純粹是說香港過去的這一年發生了什麼的事 比如說警暴的問題等等 如果這樣寫下去然後沒有行動的話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趨字而已 希望會寫得更加具體一些 到底怎樣可以啟動到這個制裁名單 起碼你要執行一次才有阻嚇性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